不仅动嘴还动手 联合国三处阵地遭以色列袭击 中国发话要报救仇 以色列如今的姿态简直是 宁叫我赴天下人也不让天下人赴我 不断将袈裟的战火向外蔓延 甚至试图将黎巴嫩变成下一个战场 然而随着伊朗的正式介入 以色列这一疯狂的计划显然难以顺利实施 要跟以色列谈和平 谈停火显然是幻想了 内塔尼亚胡或许在前一秒会口头承诺停火 但下一秒钟 导弹就可能落在加沙或黎巴嫩的土地之上 相比之下 国际社会甚至包括美国在内 都显得过于天真和保守了 大家对和平的期待 在以色列的无视和挑衅中一次次被打破 如此下去 国际社会还能期待 一个敢于和联合国对抗的国家 会有什么其他的同情心存在吗 自从这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联合国屡次成为以色列攻击的目标 以色列不仅单方面将一些联合国机构认定为恐怖组织 还多次羞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这个早先 古特雷斯就因为一具哈马斯的袭击 并非毫无缘由而遭到以色列的攻击 要求他道歉 甚至还威胁让他辞职 最近 以色列又更进一步 宣布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 将他列入了黑名单 不许进入以色列境内 这种行为在联合国大多数的成员国看来 简直是倒行逆施了 一些国家甚至直言 如果以色列这么看不过联合国 那你干脆不如退出好了 不必继续在这左腰搅乱浑水 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 以色列不仅对联合国动嘴 现在开始动手了 报道说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三处阵击 遭到以色列军队的袭击 其中还有人受伤 如果说以色列袭击一处联合国部队营地是误伤 好 那你连续袭击三处阵地 显然无法再退卸责任了吧 这次针对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的袭击 毫无疑问是有意而为之 展示的就是以色列对联合国及国际法的公然蔑视 以色列之所以如此嚣张 部分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为的撑腰 正因为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一票否决权 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行动处处受限 这也助长了以色列的嚣张气焰 然而事情的发展至此 美国当然是难辞其咎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 在以色列对联合国部队发起袭击的几小时之后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立即发声 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行为 呼吁采取措施 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在前不久 中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营区附近 也遭到了以色列导弹的袭击 七百多米吧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以色列的这一挑衅举动 难免让人觉得这就是一次下马威 因此中国此次发声或许不仅仅是为联合国发声 更带有一些抱旧仇的意味 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如果以色列把中国当作对手 那他选错了对象 联合国难以应对的挑战 中国未必不能解决呀 感谢观看